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的前辈老先生他们做展览的话 在一生人中其实是蛮重要的 而且我们整理他的材料也是 很多时候从这些展览里面挖掘材料 看他们的过程是怎么样子 展览是可以说艺术里面是很重要的 每一个时期 比如说像不要说这么远 像之前的八九千代艺术大展 九二年的广州双联展 甚至后来的中国艺术家参加温宜斯双联展 这些都很重要 但到了两千年以后 展览简直就多得疯狂 对对对 好像我们圈内经常说 像七九八去了北京就不得了 一个周末 就简直像赶场一样 可能圈外人不知道 圈外好像老是不知道你们这艺术家在搞什么 但在圈里面这个展览开幕就是成了一种 就是不能完全说人见人怕 反正我是很回避 其实很多年以前 应该是九十年代中吧 我记得我读过一篇翻译过来的 美国人也喜欢文章 作者也忘了 文章具体内容也大概忘了 题目记住了 叫做艺术过剩 艺术过剩 就是说那个文章的大概意思就是说 今天艺术过剩 以前是艺术稀缺 艺术家是天才 今天是艺术过剩 对对 展览看不完 但有些人这样说 我现在全球化了 然后人也多了 艺术也平平化了 这个应该是需求更多才行 但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普通人怎么想呢 但对于我们圈内的人来说 我是像你觉得过剩 其实还是有极端的 总体上艺术是过剩 但是艺术界的等级仍然是存在 有些展览非常重要 甚至成为你是否被认作是艺术界的名人的标志 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 1989年2月份中国的 那个现在艺术大展 当时能够展览就是一个标志 能够参加展览就是一个标志 一方面是这种展览 那我问一个 差一个问题 这个是题外话的 我听说当时参加的那些艺术家也是要交钱的 我要交好像是一个一百块还是几百块 有个报名费 但实际上测展人高明路和立宪廷 其实内部已经定了一个圈子了 就有选择性的还是有选择 而且选择性很强 其实真正报名费是92年广州艺术创业展 那是报名费广泛增绩报名 那种就是反正你有钱就能进了 所以刚刚就讲的就是说一方面展览分级 这展览就很重要 但另外一方面展览饭是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展览饭 就是说今天一个艺术家做展览 其实是不太难的 对 尤其是自己花钱找个地方租个地方 对啊 搞搞弄弄 对啊 跟办婚礼一样 搞个饭店 后面吃饭 前面画个厅画出来挂两张画 一张画 尤其在华人跑到海外 在卢富尔宫旁边的一个饭店做展览 后来就告诉别人听 我在卢富尔宫做的展览 卢富尔宫楼下的走廊 这走廊 搞不清楚 对吧 一方面这个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还提醒大家 其实今天整个艺术的状况和传统的一个巨大差别 有关于中国 就是展览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的艺术家的出厂方式就是靠展览 但是在这个展览制度 展览是一个制度 在那个展览制度进来中国以前 你们听说过 比如说董奇昌卫要做展览吗 听说过什么拔大山人要做展览吗 没有没有 甚至包括石涛这种在扬州最后变成一个 其实是个商业画家 是吧 卖花卖了很多的画家 也没听说过他要做什么展览 那个年代不是做展览的 我印象中啊 因为我做研究也是有偏颇的 就是当时做领兰画拍研究的时候就 20世纪初的时候就有那种 说救国画会为了灯灾或者救国仇款 那是一种类似的 那是属于募绢啊 就是说现代艺术现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 就是展览 不管是高级展览 低级展览 那么也就意味着今天的艺术家 他们最主要的出场方式就是做展览 以至于呢就形成一些行内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以中国为例 中国各地所有的艺术家 尤其是主流的官方的艺术家 他们认为给他们定位是否是重要的艺术家 大艺术家 就是一种奇怪的滋味 一方面这个展览对于这个被展览的这个艺术家很重要 我做过几个艺术家 他们最后一辈子就是这个展览 就是终于在中国美术馆终于做展览了 因为还有很多人还没做 对对对 所以他们很重要 很看重 我记得有个说的话是 如果你在60岁之前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览的话 那就就是非常了不起 那是个标识 花钱都是要这样子的 但是呢 当我为这个具体事情落实去中国美术馆 去联系落实的时候 从那些中国美术馆的一些工作人员来看 我说到不好 他们都非常负责 但是你跟他们聊天 或者安排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才发现对他们来讲 这就是一顿萝卜咸菜的变法 你那么多干嘛 差不多 不就是把这个饭吃了 我就把饭摆出来 然后就说你是哪好听 哪个时候定了 定了以后 然后就开始谈展览的落实了 是吧 你的展览广告怎么样做 然后我被告知了 门口大牌多少钱 进去门口的两边的柱子多少钱 你要别人做 那不行 那我们肯定是我们美术馆的有关的公司做的 对 进去把展览摆好了 哎呀不够亮 可以啊 你展览多少钱 对 开幕订多少个花圈 对他们来讲这都是一个日常的 他们已经变得很 对 很日常 对 而我那些后面的老艺术家的委托我呢 对他们来讲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对 这个差距啊 有时让我觉得 哎呀 有时让我觉得 就是这个展览制度是个好事 但好像也有很多问题 那么呢 艺术家全部奔展览下去 是现代画家的一个方式 嗯 那么一个艺术家 怎么样才能获得位置呢 那么展览竟然如此重要 那么刚刚已经说过了 有高级的展览 有一般的展览 嗯 那么最高级的展览 那是国家展览 嗯 嗯 这个 首先我要圣灵啊 所有这一套 从哪里来的 法国来的 嗯 对 我们是全盘接受 法国国家沙龙的展览制度 嗯 从评选委员会 到展览的题材 唯一读的不同就是 我们的川阔围长五连一次 法国国家沙龙一连一次 嗯 1874年印象派 可怜的那帮印象派的画家 在巴黎 纳达尔工作室 做他们第一届展览 题目叫无名雕刻家 画家 协会展览 嗯 嗯 那一年谁做 国家沙龙的 总负责官呢 谁去做这个 国家沙龙的 学术委员会的主席呢 就是著名的 法国画家热罗姆 嗯 如果大家不是专门 研究一下美术史的话 我估计今天没有一个人 知道这个热罗姆何许 人家 1874年 他是大名鼎鼎 不得了的一个学院办法 是吧 这个差别在这个地方 中国就把这个学 有一个学了以后呢 这个国家展览制度和这个国展啊 审展这个制度呢 就导致了另外一个阶段 就我把它叫做展览体 嗯 就是画家开始把自己的创作分成两类 嗯 一类是专门为展览 嗯 另外一类呢 是自己品质 嗯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概念 那个概念在我们以前学艺术 特别是主题性创作 对 就不是 就有了一个 对一个画家就存在一个什么 就存在两种类型的话 一种叫创作 嗯 这是我的创作 我的学术 我的能力 嗯 我的水平的总体体现 对 第二个是为这个创作准备的草图 嗯 瘦闲 但我想齐白痴也好 黄碧鸿也好 董其少也好 赵幕府也好 他们什么时候有过那个 那个习作和创作的区别了 对白来讲 每天喝了 茶了 休息好了 在友人的赞赏下 只一铺开 毛笔一拿 太 eta 嗯 他们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习作 嗯 或者这是一个创作 但是我们现在就有了 习作和创作的区分 尤其我们老四辈 包括我们这一辈 这个画家也是受苏派的影响 这是国家沙龙 这是法国国家沙龙的 我后来调查过法国国家沙龙的 这个法国历史 当年法国的画家 第一个 他们真正要变成有名望的画家的 一个条件就是 必须参加国家沙龙的展览 要参加国家沙龙的展览 就必须符合国家沙龙展览的 委员会的标准 那么为了符合这个委员会的标准 他们就必须 别说画创作 他们好像也是从这种 历史的重大事件里面 抽取这个题材出来画的 比如说拿破仑出征什么战役 法国国家沙龙 他最成熟的时候 其实是在 法国大革命前后就开始出来 法国大革命前后就开始出来 然后拿破仑维持的这个制度 而且完善化 到了后来拿破仑 完蛋以后 然后那些后继的 也继续这样的一个展览制度 包括拿破仑三世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继续这个制度 那么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所以国家艺术这个概念 严格来讲是法国人 就是说参加国家沙龙的展览 一个很重要的或者受到鼓励的 就画法国历史 所以就出现了画很多拿破仑的历史了 不仅拿破仑时代 拿破仑做皇帝的时候 有他的娱娥画家 画他 拿破仑时代过去了 因为他是法国英雄 是吧 所以人家有很多关于拿破仑的话 还有很多法国大革命的话 我检索一下以后才惊讶地发现 这种表达国家历史和重大事件的传统 就法国开始 这个叫主流会话 法国国家意志的 那么延伸到我们中国 按照这个展览制度过来 他也不想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呢 画家们 法国的画家们 其实很多今天名部件金传 如果没有专门研究 有大部分画家 你们一般都不会知道的 他们一辈子可能就几张画 当然为了这几张画 他们画了很多草图 是吧 画了很多草图 肯定如此 就有了一个习作和创作之分 有了一个为展览而画画的这种结果 就出现了 在今天已经很明显了 就叫展览体 哪怕那些很有名的画家 他们都非常明白 我这个画是现在全国没展览 我这个画是现在全省没展的 这个 这个展览的话 是奠定我的这个主流地位的 它就必须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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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种看来的 又是对了 那点褂蜘蛛 这动作在河鸟里面好 那些的